大家好,我是孫運氣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橫看雙底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做好的 曾經升過170多點 從上27,800點水平 不過其後升幅無以為計 慢慢收窄 幸好最後全日都補到48點升幅 收27,705點 成交少了764億 今天市升多得甚麼呢 就是友邦,其中一隻 不少升1.4% 加上豪島股也有帥氣的表現 普遍升2.3% 只不過騰訊回軟 見到回軟2元又多 0.6% 中移動又弱弱的 令市升幅不能夠保持高水平 只有48點 好,講回整個市的形勢 今天市,雖然升 但無論從消息面 外匯市場的情況 以至技術面 都是一般 先講消息面 消息面 當然離不開 都是中美貿易戰 或者中美角力的最新情況 最新情況 又出招了 昨天已經說 美方已經對無人機 保持著想動 包括大疆那些 實行斷供 類似華為那些 不供應零部件給你 讓你生產方面有阻滯 今天最新消息 就是針對另一類企業 就是中國監控設備生產商 據報導 有五間中企 即是有關企業 列入了美國的核名單 美國政府好像想斷工他們 其中包括一間 都非常有名的市場 就是海康威視 這些企業 現在很明顯受到針對 情況令人都有點擔心 因為一番一番 越來越多行業 受到牽連在內 切手機 無人機 現在去到監控設備 CCTV 都成為美國政府的針對對象 好像繼續升級 這是美國方面的態度 中國方面 中國沒有說什麼 赤裸裸地對付美國 但是有些動作出來 顯示都不是任你打 都是準備跟你長期抗戰 包括什麼 昨天先有消息說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到江西 考察一間稀土廠 令人聯想到 當然是市場聯想 中國沒有出聲 聯想到中國可能用稀土 作為貿易戰的反擊武器 昨天是一件事 今天最新的消息出來了 就是習近平主席去到江西 鄭江山去到25,000里長征的起點 25,000里長征是當年共產黨 由鄭江山走到延安 25,000里 據他們報出25,000里 一個長期轉戰路線 顯示一個長期鬥爭的準備 一般的意思是 覺得習主席 這個舉動就是 喚起國民準備 一個長期的 和美國對抗的準備 這是官方的態度 起碼是動作出來 令大家覺得 官方有什麼態度 這是官方的 與此同時 媒體、網民間、網站、傾卡 都有很多聲音出來 說要和美國長期鬥爭 之前已經將官媒 將今次的中美的角力 比喻為當年的抗美援朝 中國和美國 就帶上來 當然 具體就不是和美國 是美國為首的聯軍 就有些衝突 軍事陣衝突 打了很久 現在開頭就有這樣的說法 現在講一講一講 就說連講歷史 講一講到上任 連文天祥 說出來講 有些人說 文天祥的氣節 值得大家 是重視 即是說 當年 對外族的壓迫 雖然只得一個人 都仍然不屈服 繼續和元朝政府抗戰到底 譬如說 顯示 民間 現在對美國 赤裸裸 對中國 特別是華為的欺壓 有一個反感出來了 換言之 在消息面 美國繼續出招 中國繼續在輿論上做一個抗衡 這個情況未轉變 仍然對股市或金融市場不大有利 這是第一個消息面 第二個是剛才提及的 金融市場的異動出來了 亦是隱然令大家有點憂慮 在說的是港元 看到港元最新報的7.8495 原因是因為對沖基金經理 有些名堂叫Karl Bass 出來沽空港元 說香港外匯儲備不足夠 不足以捍衛聯繫匯率 出來沽空他 當然他一說 受到金管局的駁斥 這位仁興是計錯數的 雖然他說外匯儲備的數字是這樣的 但是他計漏了一條數字 計漏了外匯基金票據的數字 加上香港有足夠的錢 捍衛聯繫匯 而外界證券界亦都認同金管局的說法 就說加上兩個數字其實是夠錢的 但無論如何 這個情況本來就不足以對港股很大衝擊 因為一來他計數數 二來這位仁興的戰績都很麻煩 特別是他今個月初才平了人民幣空倉 這時錯過了人民幣下跌的浪 剛剛跌 他剛剛就平了 所以戰績很麻煩 本來一般情況 這位仁興這樣說就不會影響到的 只不過問題是這陣子市場氣氛就一般 中美又貿易戰又科技戰 有人擔心會搞迷金融戰 所以多多少少對氣氛有少少打擊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技術面都普普通通 因為今天雖然的事 剛才說過是反彈 但是彈得來成交縮 只剩七百多億 少到不幸 加上不能夠重上250天線 已經是有點濕濕 而且國企指數更加令人擔心 因為國企指數今天再穿底 就是再穿昨天的低位 繼續在這陣子下跌的低位 而且這樣搞法 就見了10天線 因而已經跌穿了250天線 走勢是差的 所以這三方面都是弱弱的 港股會否繼續約下去 視乎兩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 就是中美會否有好消息傳出來 現在看這種情況 確鑿的好消息 都比較難 好的聲氣放出來 可能會好一點 有個別煮好一點的聲氣 會繼續談 這些可能會有 但未必是太過影響性 反而更加重要 就是點題的節 橫看相底 因為剛才說很多不利的消息 本來對上證指數不大有利 但上證指數偏偏的走勢 仍然在這一刻來講 都未有一個大幅下跌的風險 看來看見出現了雙底 而這雙底在250天線之前出現 顯示這個雙底是不容忽視的 大家要留意這雙底 所以點題橫看雙底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雙底守得住 港股有可能就會好一點 至於起碼在重要支持位置前 27,400之前 有機會迎來一次反彈 好了 時間關係今天分析大字那麼多 多謝大家